大家好我是大补帖小編 那今天的日版的這個更新的他原本應該要在12月4號 但是因為更新的量實在是太大了 以至於說官方的在前天就緊急宣布說這個更新必須會延遲到禮拜四 那禮拜四現在又延遲到了大概下午2點左右才開放 但是這個功能他更新的實在是非常多多到連我都覺得哇跌破眼鏡我真的跌破眼鏡 連台版都還沒有推出的功能 台版現在應該有有可能是算是 遊戲系統上進度最落後的一個版本 就是台日韓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一開始是他們的 新職業火槍手就是槍手啦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是 翻譯的就是翻譯的這個內容所以呢 有些可能會不精準但是小編會帶大家一一的來看 來第一個職業是槍手那槍手的話大部分就是點閩劫或者是 輔助智力的這個 職業啦 那他的話武器就是用他的 槍還有一個手炮就這兩種職業那他是 同時擁有 物理攻擊加魔法攻擊的一個職業就是技能的部分 然後再來 因為這個槍手的職業推出呢 所以在日服的話 他是 推出了這個新的伺服器叫 塞尼斯 好那這個的話他是屬於策略性的伺服器啊 那他是有確定喔 從日本就是海外的玩家是沒有辦法 透過這個來連線的就是 如果說我們沒有用VPN的話 海外玩家沒有辦法連線到這個伺服器 好再來 他這邊有講多說因為他是一個全新的伺服器喔 所以呢 工程戰呢目前還不會開放喔 應該至少要三個月之後才會 然後再來 試煉之塔啦 試煉之塔這個 台版已經玩過一次了但是呢 你看一下喔這個試煉之塔 如果說在台版玩過的話就知道他這是每天爬塔然後你可以拿 平證 然後還有這三個硬幣 那後面的話還有一個金幣 總共就一二三四 五個 就五個東西 那這個試煉之塔 簡單來講就是 挑戰 各位實力的地方 那每天呢 他這個設定是可以爬五階 也就是說 他的新的設定是套用到韓版最新的版本 台版的話 目前只有 10關的那一次嘛 那 日版呢 他直接套用 韓版 最新的版本就是五次的 好那 你只要拿到這個瓶證呢 就可以去找這個NPC來兌換一些 譬如說藍變藍瓦 或者是 這個 一些視頻 或者是你要 把它換成 這三次的硬幣也可以 那這個 試煉之塔活動呢 每天一定要去參加 好他七字記上就可以去參加了 那你必須要過 第一關 第二關 你這個必須要依序往上過 才可以 那每天的話 就是五次 好那隔天的話你 這些 通過的關卡 在凌晨五點的時候 他會重置 所以 你可以自己在 回來玩 前一天的關卡 那這個的話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試煉之塔的一個玩法 好那小編在這邊 就 不多加 解釋這個部分 來再來 雪蒙等級呢 已經提升到了18級 在18級的同時 也推出了一些新的這個 蒙徽 那這個的話大家可以看一下 原本是15級 他現在已經擴充到18級了 好那有一些新的buff獎勵啊 或者是這些 蒙徽啊 都可以去做使用 那同時呢 雪蒙的這個 新的副本就是 安塔瑞斯那隻地龍嘛 他也 開放了 那這個副本裡面呢 他可以有很多的 這個紅裝藍裝 甚至紫技啊 紫色的道具啊 都會有可能在這個裡面去掉落 好這個的話 應該目前來講 日版的話可能是只有 比較大的蒙才有辦法去解 解掉這個 因為平均等級可能要 75 78以上 這個才有辦法去解 然後再來 煉金術啊 日版也直接開放了 日版也直接開放了 那他的玩法呢就是 至少你要丟兩件藍裝 三件綠裝 你要至少要丟這樣進去 那當然你要丟 五紅 或者是五藍 這個都OK 可是如果你要 丟一藍四綠的話 不行喔 最少一定要有兩個 藍的 然後再加三個 綠的 這樣子才可以 才劇論煉金 而且煉金呢 他這個呢 就是讓你把不要的東西 或者是你想要 轉換的東西 有沒有你把它放進來 他有可能喔 有機率會升級成 高一階 之前曾經有一度 有一次 就剛好讓我 運氣很好的練到那個 紅裝 我是藍裝練成紅裝 這個當然是運氣運氣啦 那這個裡面最重要最重要的 當然是他的 符石變換石 不過在這裡面他好像沒有特別去提到 符石變換石這個東西 但是我相信 煉金出來之後 符石變換石呢 基本上他也是跟著改版的喔 所以 我猜他應該會有 好然後 他這個 刻印的裝備 是不能去煉金的 這個要特別去留意一下 只有非刻印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放上 交易所 的東西 才可以 拉進來喔 那他在這一個 裡面有一個 煉金材料表 裡面喔 這個 材料list 這邊 點進去之後你就可以看到 所有可以煉金的東西 那基本上他會顯示在這裡 兩藍三綠 是CP值最高的組合 好如果說有多餘的財力的話 你可能再丟個紅色進去 看有沒有機會挑戰這個紙裝 這個也是有可能 然後再來 文樣系統 也推出了 好那一開始開放的這個是 伊娃文樣 那文樣系統呢就是你必須要靠這個 祝福的點數 那祝福點數呢 可以從 他會可能會賣一個聖水包 或者是你溶解裝備 用高級溶解機去溶解裝備 或者是 打怪 對於無科玩家來講 大概就是打怪啦 每消耗500片葉子喔 是有葉子的情況下 消耗500片 這個點數呢 會加一點 你只要消耗500葉他就會加一點 所以日福的話 增加的速度我想會相當的快 因為他每天 送的葉子都很多 而且現在還在每日牽到 那目前推出的是 第一個 伊娃文樣 那他點的方式呢 你可以直接去按這邊 這邊有一個文樣強化 他可以一階一階強化 那文樣的總共有30個點 總共有10大 10大個這個點 就是12345678910 總共有30個階段 每次強化的這個文樣點數 他都會持續增加 如果你要強化5次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這裡 那如果你要刷機率 因為他這邊有寫 1點2點3點 就是你 按 強化之後呢 他會機率跳1到3 那你可以去刷這個機率 把1往下刷 讓他用最低的機率去出現這樣子 把1往下刷 但是喔 你要注意喔 如果你就在這邊 如果你是在這裡變更機率的話 到時候如果你強化 覺得不滿意 你回覆 這邊有沒有強化初期化 就初始化的這個按鈕 按下去的時候呢 刷機率的點數 是不會還你的喔 但是如果說你只有按這個或這個 就是強化文樣一次或5次 你 按回覆之後他所有點數都會還給你 就是你自己去刷機率的 他不會還你而已啊 強化的 都會還你 然後這邊有分成一次跟5次 一次的話就是你可以刷機率 如果是你是5次的話呢 他會用原本的初始機率 就是你每跳到一階的時候 他初始化到 該階 的預設值 好所以如果你是按文樣強化5次的話 他會用預設值 去刷喔 好去調整去 去跳這個值啊 所以如果你要按5次的話千萬不要去刷機率 那個會浪費掉 好OK這個是文樣 那目前還把那邊出了 伊瓦 沙哈 然後 格蘭肯 還有一個 馬普勒 還有一個火文樣 總共是5個文樣 好那目前 這邊呢 只出了一個 好 然後再來 再來這個再來 來再來 這個台版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出現的功能啊 就是 自動 排成狩獵的這個功能 好那 之前大家都知道吧 日版他已經可以 支援這個 就是離線掛機嘛 那他現在推出這個功能呢 可以讓你去掛 特殊地間 野外 或者是 哈丁傳送師的這個點 好那他這個方式很簡單啊 其實就是你去點 看你要掛哪個地圖 你就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 好然後野外要什麼地圖 點進去點進去點進去這樣子 那哈丁傳送師也是一樣啊 那如果說是在這個特殊部門的話我們用這個來看啊 他就不會限制你說要掛多少時間 但是野外的部分呢總共只能5個小時啊這個要注意一下 所有地圖不管你掛幾張加起來就是5個小時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哈丁的地間這個應該也是5個小時啊 那最多他這邊有寫最多可以 設定10個 10個 好那15級以上就是離開這個 任務 離開任務的這個地圖 來到雅丁大陸的時候你就可以來用這個功能 相當相當的好用啊這個對內工玩家來講 簡直就是一大福音啊那這個台版 還沒看到哈 日版先出了 好 然後再來 其他的更新部分喔 再來就包括這個啦 地圖上 就是地圖螢幕喔 那個 你在選地圖的時候你不是 我通常我們都是點數字嘛 那現在多了那個收藏列表就你可以按信號 好把它標記下來 就可以在 收藏夾裡面呢 去看到 你收藏的東西 然後 在這個 呃能力的屬性的部分 他也改版了喔 他加了這個LFE跟DTH 的這兩個屬性 但是這兩個屬性 目前 台日韓都沒有用 他未來才會更新 也就是說這個其實已經跟上 韓版最新系統的這個進度了 那台版的話 在之前 也更新的 好然後再來 快速插槽就是這個 我們在螢幕下面用的那個 快速鍵那些 已經從4頁就左右嘛 左右 原本是各4頁現在是各5頁了 好然後再來第4個 1234 第4個 祝福的這個 戒指跟耳環 現在已經有了 以前是日版是沒有的 那現在有加進來了 好然後再來 加了這個死亡回復的這個功能 原本是24小時嘛 那現在呢 你可以到72小時 但是 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 只能用這個鑽石 來恢復啦 那除此之外呢 還增加了這個復仇請求的功能 你可以請你的盟友隊友的就是你花鑽 請他們來幫你來報仇 最後一個是你在 商人這邊的 購買一些道具的時候 原本我們要拉那個BAR有沒有 好那現在的話你可以 他會出現一個計算機 然後讓你自己去按 看你要 設定預設多少的這個數量 這樣子就不會說 在自動購買啊 或是你在購買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拉到 太大量或是很難拉這樣子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一次日版 改版的消息 這改變相當的大 我相信這個還只是一小部分 還有很多的這個細節部分 包括我們剛才有講到的這個 鏈金系統 他的這個符石變換石會不會出來 然後 再來是這個 試煉之塔 他的獎勵 是不是有跟 我們目前看到的 台韓版是一樣的 再來是 文藥的部分 文藥的部分 他會不會賣什麼 賣這個祝福的組合包呢 這個也是值得去關注 然後再來 光是職業的部分 職業的話 因為他有新職業 所以 可能會有所謂的 衝等包 角色合併經驗 等等的 這些商品包 都會出現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呢 可以說是相當 相當的大 那今天的話晚一點就會有 詳細的資訊出來 大家如果 有興趣的話呢 再持續來關注這個大不鐵頻道 或者是 隨時來上日版的這個官方網站來看 都可以看到這個最新的一手消息 那我覺得 台版應該要再多加油啦 那麼這個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小編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